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別人的鷹舞 近兩年突然找回大學舊同學 媽媽原來是賣鷹舞的 我就學懂了很多鷹舞的知識 剛巧那裡有一批寶寶 他很便宜的便給我一隻吸物寶寶 原本是一隻,就養了這麼多 我們帶著第一隻去雀仔街找誰跟他夾 如果不夾,就真的會打架 如果夾在一起,你們幫他騙毛 我幫他騙毛,有時又反錯些東西給他吃 很可愛 多接觸人,他就不會咬人 而且他不會怕人 所以我就想一個方法 不如帶他去草地、公園、科大、中文化這些地方 等他跟那些小孩玩一下便可以 所以我就發覺這條路可以 我自己的鷹舞真的對人很大信任 跟野獎完全不同 還有家長,大家都是成人的話 好像有牆一樣 但透過那些小孩跟野獎玩 很快便打破了鑑膜 是不是? 我玩? 第二下是他 對 認你 他何時想撞? 他會的 他會突然間一條尾這樣 這樣便撞了 我訓練過有一隻 每一次出籠都會撞 那我就每次一出籠就帶他到座廁 那他就在座廁 那便撞了 本身這些鷹舞是一個繁殖牆 是合法的 它不會接觸野獎琴鳥 而且也不會跟其他人一起放著 以免有琴樓 這樣傳給他 你明白嗎? 就不是我傳給別人 是別人傳給他 不要怕 不用怕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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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扭手 扭手 扭手 從小到大便不喜歡飛 那我們迫他便扔他飛 扔他飛 扔他扔他 他認得我 一見到我 我就會迫他飛 所以我以後一走過去 他便趴在底下躺開腳 霸工 這隻是很癡人的 有時候我在廁所 我在廚房 在廚房 他在架子裡飛下來 真的會找我 不管他太長時間 他會自殘 會蚊毛 像女生失戀的戒手 我不是賺錢的 我不是說 投資到那些舞蹈出來表演 收錢不是 但其實你也不要說 我曾經試過 收錢 就是那些鷹帽拍廣告 都賺了幾千元 都不是完全虧的 告訴我老婆